我那時候真的是 禮拜五一下課 我就是坐著車 坐公車到高鐵 然後從高鐵坐到台中之後 再轉客運回到埔里 我就是一定要回家跟陪陪爸爸媽媽 感謝他們曾經對你的所有照顧跟感恩 那能去回饋給他們去讓他們快樂 讓他們開心 讓他們能夠以你為傲 我覺得這是可以讓他們覺得 感覺到我孝順的地方 自己有覺得你做過什麼 讓爸爸覺得很貼心的事情 我一直都是個貼心的女兒啊 弟弟國中我是高中 我們就是都是住在學校裡面 後來就是大學的時候 我上來了北部 其實因為剛好在大藝的時候 我就接觸到了這一行 所以我就是 害怕說就是真的以後會很忙很忙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告訴自己說 就是 可以犧牲掉跟陪我相處的時間 但是不可以犧牲掉陪爸爸的時間 所以我那時候真的是 禮拜五一下課 我就是坐著車 坐公車到高鐵 然後從高鐵坐到台中之後再轉客運 回到埔里 然後禮拜天再回到 甚至是禮拜一一大早 我再回學校這樣子 就是一定要回家跟陪陪爸爸媽媽 我很喜歡 一家人一起做同一件事情的感覺 對就是 比如說一起吃個飯啊 一起看個電視啊 我覺得這都是還蠻幸福的事情 你是常常會發 比如說我愛你啊這種 不會 不會 就會錢給我的時候 爸我愛你 我反而覺得越大我越敢講 就是小時候可能就會覺得不好意思 我以前都會寫卡片 我會寫卡片給爸爸媽媽 就母親家父親節還有他們的生日 現在就比較少寫卡片 但是我至少就是會講電話 然後我就會就講愛你啦這樣子 就現在能講就講 就是我們都會想要盡量的去 表達自己的想法 就是即便可能是不開心的 我也會讓他們說 喔 你這樣做我會不開心 有一次是 媽媽因為弟弟的事情 然後神奇 然後遷怒於我 然後我就會說 你現在是在遷怒我嗎 你這樣是不對的喔 事後他就會想 想了之後他會來跟我道歉的那一種 那你用了自己在父母心中 你是什麼樣的拍子 絕對是一個閃耀的小太陽吧 可能因為現在工作 然後可以發光發熱的給他們看 然後一直以來就是 有時候也是很無厘頭 對我爸媽也覺得我很吵 就像一個小瘋子一樣 然後就是散播快樂給他們 對嘛我比較屬於理性 我爸爸是衝動拍的 以前可能高中 國中的時候會屬於比較 像是一個媽媽 沒有門禁嗎 沒有門禁 因為根本就沒辦法出門 像我以前是不能跟同學出去玩的 那他是基於一個保護我的方式下去 就是跟我講說他會擔心 對不然就是他要跟 那我就想算了沒關係 那就不用了 那大學可能我也長大了 他也知道我長大 他就會漸漸的從媽媽的角色 慢慢變成像朋友一樣 我們會一起騎車 我們會一起潛水 我們會一起做共同的興趣 一起出去玩 比較是無話不談的 到現在其實都會有 就是除了工作之外的時間 就是規定就是12點就是要回家 爸爸就是很像爸爸 因為我爸爸很疼我 我爸爸是真的很疼我 就是可能我受傷他就會心疼 就叫我不要去做了 也像朋友啦 就是爸爸都會說 你有什麼事情都可以跟我講 但我就是偏不要告訴你的那一種 我會不太敢跟爸爸講 就是因為我怕他去處理對方的那一種 有求於他的時候 爸你在哪裡的那一種 你有做過什麼很叛逆的事情 就是讓爸媽傷了什麼事情 讓爸媽傷了我真的很乖 因為通常我是屬於 他們講我就會聽了 對 我是能溝通的 如果我不去煩別人 就不會有人注意我 也不會有人傷害我 用八字 就真的可以找到我姑姑嗎 不要擔心啦 你姑姑會回家的 王玉帆 晚上的保惠你還要辦嗎 現在農曆七月 我幫我搞不懂我 我幫我搞不懂我 你有說進美食圈這一行年 是爸爸媽媽同意的嗎 其實一開始是爸爸媽媽同意的 剛剛以前就很想要我當空姐 高中的時候就看到空姐是光鮮亮麗的 所以後來我就決定 聽媽媽的話去考空姐 結果沒想到 剛好那一年遇到空姐罷工 然後就誤打誤撞進到這一行 然後那時候媽媽也很鼓勵說 感覺好像做 就是做演員好像也不錯 然後我自己也很喜歡 但是拍著拍著就是 可能我接觸到的類型的關係 就是他看到你受傷 然後看到你這樣 就是每日沒夜的 然後有時候甚至工作起來 就完全沒有辦法睡覺 所以其實爸爸就都會開玩笑說 不要做了啦回來我養你啦 那我就會 好啊那你先每個月拿錢給我 他就會笑笑不說話了 他就是屬於那個人會跟你開玩笑 但是你可以從他的話裡面聽出來說 他其實是用另外一種方式在關心你 另外一方面他又很支持我做 我自己喜歡的事情 我覺得其實只要身為爸媽都會 都一定會擔心自己的兒女 就是你就算吃得很飽吃得很胖 他也是會說 你吃飽不飽 在爸媽眼中的人 我們都是吃不飽的孩子 我覺得我能做到就是讓他們驕傲 就是在自己喜歡的事情上 然後讓他們也覺得說 我有這個女兒很驕傲 我的每一部作品他們都看 就是從短片啊到電影 甚至電影他們還包場知識 對然後影集也是 當我看到爸爸媽媽看到大螢幕的那個神情 因為就是恐怖片 他看到就是犯累 我不知道他在犯什麼累 然後我媽就會拍給我看 他說你看你爸 就是可以感受到他們很驕傲 對然後我就會覺得 就是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外面的世界紛紛擾擾 請不要擔心 你奇怪老輩 最愛最愛的寶貝 有一種關心默默的差別 就算了